同学们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什么叫做宾语 那首先我们从这两个字入手 对吧 先来理解一下 来 首先这个宾字呢 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个客人 或者说宾客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宾语呢 和主语 它是相对的 就像这个客人和主人一样 同学们 我们一起来想象一下这样的情景 就是说有一个主人 对不对 和一个客人握手 对不对 和客人握手 那么中间呢 有一个握手 这样的动作 对不对 那么这个动作 连接的那个人 就是客人 是吧 那英语当中同样如此 一个主语 发出一个动作 或者说一个动词 它连接的那个对象 连接那个东西呢 就就是宾语的 来 我们一起感受一下 看个句子感受一下 比如说这句话 来 先来读一遍 Her mother is washing clothes 这句话的意思呢 就是 她的妈妈正在洗衣 对吧 她妈正在洗衣服 你看 这句话的主语呢 是 Her mother 她妈妈 发出了一个动作呢 是正在洗的吧 is washing 正在洗 对不对 那洗什么呢 洗这个动作 连接的东西 对不对 洗什么东西 洗肯定是衣服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衣服呢 就是宾语 在这里就是宾语了 是吧 好 那直接往后看 直接往后看到下一句 来 We see some birds in the tree 来 这句话的意思呢 就是我们看见一些鸟在树上 对不对 你看 这句话的主语呢 是我们 动词是see 看见的吧 看见 那这个some birds 就是这个宾语 为什么呢 你看啊 主语我们发出的一个动作 看 用眼睛看 那看 看连接什么东西呢 这个看这样的动作 对不对 看 它对应的东西 是一些鸟 对吧 一些鸟 所以说 看对应的是些鸟 所以说这个一些鸟 some birds呢 就是宾语 对吧 就是宾语 OK 好 那直接往下看 看到下一句 同样我们一起来先读一遍 来 Plants need water and light 这句话的意思呢 就是植物需要水和阳光 对不对 来 我们看这句话 Plants是主语 need 需要 是个动词 对不对 是个动词 water and light 这个部分是冰语 来 主语 发出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连接的那个对象 需要 需要什么东西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需要 后面对应的东西 水和阳光呢 就是这句话的宾语了 好 接下来往后学习 看到下一句 来 同样的 咱们一起来先读一遍 来 She is reading a book 这句话的意思呢 就是 她正在读一本书 你看 这里 she 是人的吧 是一个人的吧 她 那是主语 is reading 正在读 读 是她 是这个主语 发生了一个动作 对不对 人 是她 动作呢 是读 对不对 发生了一个动作 那么这个动作 读 对应什么东西呢 读的东西就是书 所以这个 a book 书呢 就是 宾语 对吧 就是她的宾语 所以我们简单的理解 就是说 诸语 发出来的一个动作 它理解的对象 就是这个宾语了 好吧 好 这是我们今天讲的 这个宾语部分 大家可以回去多熟悉一下 有点语事